又发生了保姆失职的案件 这是在土城有一名59岁的合格保姆 不小心把一名一岁半的女童摔到地上 女童是哭个不停 保姆情绪失控 又把女童摔落 导致女童颅内出血 送到医院之后持续昏迷 情况非常不乐观 而根据了解呢 这名保姆带孩子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 是不是虐头呢 目前警方都还要在调查 口中喊着妈妈手里玩着食物 一岁半的小珍珍是爸妈的心肝宝贝 但没想到却被香港籍的保姆 失手摔成重伤 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的小子已经非常非常不好了 小孩送医后持续昏迷 这名无姓保姆穿着牛仔外套 站在医院走廊 显得相当不安 据了解她因为失手将女童摔到地上 结果女童哭闹不休 她就情绪失控再摔一次 没有第一时间通知父母 还想乱掰 懵混过去 如果我们要跟到医院 医生不知道怎么处理小孩 这些是国际后才能知道 这名香港籍保姆拥有合格执照 也有十几年代小孩的经验 但小珍珍的父母 等了13年才叛到的女儿 却被她照顾到家户病房 是否有虐童的嫌疑 警方和社会局证介入调查